近日一台口罩售卖神器亮向江苏徐州街边 民众使用居民身份证和验通过后 可以一键扫码购买N95型口罩 这台名为居民防护用品供给终端 和自动售卖机的外观较为相似 目前售卖的是某品牌N95型口罩 每只售价12元人民币 操作流程很简单 在这时候就像选您想要的口罩 然后再拿手机打开二维码支付一下 很简单很方便 正好我家也住在小军子附近 价格还挺合适的 听说是政府头发的嘛 肯定是合格的材购 据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该设备每天提供800只口罩 民众使用身份证进行实名验证后 在扫码购买 每人每次限购两只口罩 我们设置的到门禁 需要刷身份证来认证 那么一张身份证 24号之内只能购买一次 避免一些囤压 或者说个人买的会比较多的 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平均的 会照顾到每一个群众嘛 那刷完身份证 它会出现二维码 用支付宝或者微信都可以扫描 非常方便 对可以一键购买 严小龙称 在防护用品分装补货阶段 工作人员会严格把关流程 对自助售卖机机身 取货口定时采取喷雾时消毒处理 同时机器内部还安装紫外线杀菌灯 每两小时定时自动消杀 以确保防护用品安全无污染 目前我们的口罩来源是两点 一方面是我们公司去联系的这个渠道 非常看动安全的问题 要求他们提供全套资质的 我们才会去采购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全山区委区政府帮我们协调联系的一些口罩供应渠道 未来该设备还会增加一次性应用口罩 酒精消毒液 一次性手套和护目镜等生活防护用品 分为高中低档进行销售 会叙相应用口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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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练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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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